好 我现在就过来了 老板 对不起 老板 对不起 没关系 阿姨 我没事 您先忙 辛苦了 老板 老板 你终于回来了 我有点事情 想向你反应 阿姨 您说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呀 你出差不再 咱们公司 又来了一个新主管 他对我们保洁呀 又是打 又是骂的 很嚣张把货 就这段时间呀 他就开出了 八个保洁 六个保安 还有这种事 他在我们的园区 到处吐他 扔垃圾 他对我们说 说我们是 开门狗 臭保健 还说我们 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毁蛋 岂有此理 阿姨 他叫什么名字呀 今天来上班了吗 他叫王富贵 他现在呀 才不会来上班呢 他每天 都是到 咱们食堂 十二点钟 开饭的时候 他才会来 行 刘阿姨 这个情况呢 我已经了解了 这样 您呀 现在去帮我准备一套 保洁的衣服 今天呢 我就亲自会会 这个王主管 好 好的老板 我现在就去 一会儿吃点啥呀 小伙子 干什么呀 臭保洁 小伙子 你看啊 咱们小区里呢 这到处都是垃圾桶 你们走两步 就能扔到桶里了 为啥非要扔地上啊 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隔日圆区里还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我不光扔地上 我还扔你脸上 你什么你啊 我不扔这些东西 你在这有活干吗 认识着点啊 我是这个园区新来的主管 王主管 这个园区啊 除了老板 我最到 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主管吗 凭什么这么嚣张啊 哎呦 你个小小的保洁 你个下等人 瞧不起我这个主管 哎我告诉你 这个月啊 我已经开了六个保洁 八个保安了 你要是乖乖听话 我还能赏你口饭吃 你要是不听话 锅卷不敢走人 喂 我说你这个臭保洁 你这个下等人 今天你碰到我男朋友啊 算你倒霉 你们一口一个下等人 下等人 没有保洁的辛勤劳作 哪来的这么干净舒适的园区啊 没有保安的日夜守卫 你们能平安的站在这里吗 你们这么做 就不怕老板知道吗 哎呦 拿老板吓唬我 压我 我告诉你 今天老板没在 园区里边我最大 可这吓唬谁呢 那你知道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是谁吗 李总 李总答扰一下 李总 我的老板 我的大美女老板 哎呀 是我有眼不顺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见识 算 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 不知道是谁 把你们这些阿猫阿狗招进来的 保安怎么了 保洁怎么了 人家靠自己的双手 靠自己的劳动吃饭 你们凭什么比人高一等啊 我献你们今天晚上之前 向公司全体的保安保洁 给我道歉 不是 老板 你让我一个堂堂的高管 去给那帮下等人道歉 我不要脸吗 我不去 一口一个下等人 下等人 我告诉你 在我们公司人人平等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只有人品 才分三六九等 在我眼里 向你们这群捧高踩低 目中无人的人才是下等人 行 不道歉是吧 那你们今天晚上之前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去财务领工资走人 家人们 你们都看到了 社会上 就是因为有王主管 这样的猪宠 才会鸡犬不宁 所以 我决定开除他们 你们觉得 我做的对吗